明天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Anthi 旅遊不施 播放動畫篇的G7です 試感的呀 對上有兩篇都是講鬼滅之隱 的介紹啦 講漫畫和動畫沒有什麼不同 或者內容呀 或者人物 角色等等 其實就 真的很長篇呀 首先再感謝這個網 J-A-P-A-H-O-L-I-C 這個網絡站 真的很長篇的說了很多 那 很推介啦 動畫方面啦 再說 曲啦 即是 誰啦 什麼歌啦 大家都知道啦 電視動畫連結圓著的漫畫 另一大優點就是 世界觀圓整 由物設定用心 即是他們的分別 這裡說 千天都體驗到 現在的劇情開展上 除了鬼殺隊成員之外 包括食人鬼在在內 幾乎每個角色背後 都有些可歌可歌的故事 即是就算做壞人 他們的背後 都有一些很悲慘的故事 令到他們是做壞人 即是無可奈何地 如果他們的人生不是這樣的 可能他們都不會做壞人 甚至可能 覺得 他們都很值得原諒 這樣 這些 動畫 動畫 將這些原作本的劇情 以若干鏡頭 加以補完 並且 稍稍地動了 一些聚屬的 程序 的聚屬 即是這裡有點不同 而且情緒上 鋪屬更加飽滿 那麼 加上有兩名的配樂 即是說是配音 不是 配樂即是音樂 那裏都很令人 賺人熱淚的 這裏就是 其餘幾個壞人的 心路歷程 即是背後 其實他們都 有點痛苦 都不可以 怎麼對人說 就算說了 都不可以怎麼改變 令到自己好像陷入這個 呃 即是變成壞人之中 即是這麼說 那 尤其是大衛 呃 《館人口》的 第十九集 作畫、雲鏡、配樂全部都是劇場版的 級別 楊仁蘭爾相信這個是TV動畫的其中一集 第十九集 第十九集 第十九集是甚麼 哦 那麼多看看 先 動畫 第十九集 即是這一部 是非常之 我都幾棲 棲美感 都很 嗯 即是作者說 作畫 演出的音樂全部都很厲害 都知道連作 原作者 我都很 雷斌 如果大家都要能夠修行的話 我都很開心 反覆看了二十次 在工作上都一邊偷偷觀看 因為太過感動下來 為了能夠不讓助手 發現我也就相當努力 拼命努力畫漫畫真的太好了 見證期待第十九話 這叫做大政小道消息 平時 動畫後面之後會有一個預告 每一集都會有 以角色人物的對話 加上一隻八卦般的大政小道消息 作為收尾 劇場版無限列車的介紹 這部分其實是原著漫畫的第五十三話 但因為想電影化 所以現在押後了 聽聞到了今年 2020年的十月 才在日本上映 不知道我們在香港 有什麼時候可以看 但其實如果大家想知道 內容的話 可以看漫畫版的 其實漫畫版我看了 那 都 我很期待動畫版 應該呢 那個感覺 感官上 所有東西是很不同 我覺得動畫版 動畫版 會 比別人的腦海 來得比較深刻 那 而這個 就是另外一個 其實 主要是壞人 剛才說是無慘 但無慘的另外一個女性版 那 他們叫做十二鬼月 應該說 那些人是十二鬼月 十二鬼月的特徵 就是他們的眼睛 眼睛裡面 是會有文 有字的 即是 一二三四五六 即是 有他們的字 有上有下 我記得 他們都是叫下 下 即是 眼睛 這些就叫做十二鬼月 十二鬼月 就比一般鬼 是會厲害很多 這樣 那 打鬥的時候 會用更大的體力 或是 要訓練更高的層次 才能打到他們 至於 例如 例如 他們 鬼殺隊 好像剛才說 富江 富江 那裡 其實都 勉強對付到他們 其實富江 也 即 怎麼說 也有些成員 是 可以對付到他們 但很勉強地 或者甚至有什麼死 這樣 這樣 我買了關子給大家聽 這樣 這樣 接著 之後呢 就說了 這個 鬼未知人的魅力 就是 剛剛開始閱讀 觀賞的時候 有些會覺得 炭治郎 這個很優柔寡 的角色 但之後呢 繼續堅持下去看 就會覺得 他會 心中自己起一把尺 那個不是優柔寡 而是他溫柔 他又不是很想殺鬼 而是想尋找 讓鬼 不要這麼痛苦的死法 雖然是炭治郎的妹妹 來鬥子 變成了食人鬼 家人都 是死在鬼手下 但他也 會因此 埋怨所有的鬼 他說 鬼是 虛無的生物 炭治郎 會對於 在死前感到悔恨的鬼 他說 被你害死的人 被你害殺的人 原諒你了 這樣 希望這個人 下一輩子 不要再變成鬼 這樣 其實是有些很圓 或者是 一個很 很善良的內心 才會做到這些 就是這樣 一向 雖然說 對他很慘 或者對其他人很壞 但是 都 有包容 和體諒對方 這個 和 之後 希望他們 都 再回 農 輪 輪 那時候 做一個好人 也 希望 開心心 不會再有他們出現 也叫做 感化他們 甚至是超渡對方 這些 其實是把佛家的元素 放入 那 好了 看看再長不長 如果再長 我想也要分 其實什麼啦 後面沒什麼啦 大始終啦 還是不能夠原諒這個鬼無業無慘 這個最終的大哥啦 我覺得應該沒那麼容易 那麼快去對付到他的 如果不是就完蛋了 是不是 如果你說故事 來豆子變回人 然後那個大哥又殺死了 那是不是就完蛋了 還不知道啊 其實最搞笑的另一個角色就是這個 黃色衣服代表 就是善逸 他也很有趣的 不只是一個熱血 是少年漫畫 也不是無限年等升級 但更有很多等級不夠 他不得不闖關的橋段 另外最討厭呢 他達實地一步一步離 總是這個哄哄啼啼 他為了爺爺努力修煉 希望可以保護太陽奇往妻善逸這個角色 都特別讓人有個不明 很多時候人生都是這樣 必須硬著頭皮來的 經常都是哄哄啼啼的 但是打起來就很厲害 其實我覺得他也更厲害 男主角 因為他打的時候就閉上眼了 閉上眼都已經那麼厲害 將來日後 聽聞呢 就是漫畫版 我還沒看下去 之後呢 那個角色呢 會成熟一點 不會再整天哄哄啼啼 還有 到時候會張開眼 打的呢 還會更加強 個人呢 是極渺小和脆弱的 正恩怨小和脆弱的 正恩怨小和脆弱的 就是這一部的作品 這樣 這樣 也很值得 就是有時候看這些動畫 都會令到自己一些 嗯 很堅強 或者一些 很不放棄的 一些精神 甚至啊 都會重現起來的 就是 有時候很 很低的時候 很想放棄 那麼 有很多些 漫畫 這些作品 都很奮鬥 就是我們一步一步去鍛鍊 然後就很努力 這樣 見他們走的路 其實比我們 正常人的路都很辛苦的 就是 特別是我最近看的《Hunter》 《全隻獵人》 《全隻獵人》 其實這部呢 都是 在99年 九幾年的作品 為什麼到現在呢 2020年 99 即是 200 對 差不多 整20年 都是 這麼熱 證明這個也是長青的 有機會 跟大家說一下這個 《Hunter》 但我真的要了解 所有 整個故事 如何才 跟大家說的 那麼 現在這個呢 《鬼滅之刃》 《鬼滅之刃》 這個 看了這個才繼續看 其實我可以看漫畫版的 我又不想看動畫的時候 知道漫畫的東西 那麼 當然是想看動畫 才再 有機會的 才看漫畫 那麼 那 還有大家呢 呃 即是 我 看這個 《鬼滅之刃》 這個同時呢 希望大家已經是了解過 去知道 好過 那 即是我劇透 這樣 這個是 艷柱 艷柱 那麼 那 那 其實 那 其實很短 不過 不知道 那些人會有再說它 還是 即是很無奈 其實這套的 即是漫畫的 我看了 它就是 最後是 走了 即是 最後是 死了 即是 賣了關子 給大家聽 那 那 其實它是很燦爛 很陽光的人 那 那會怎樣呢 那大家不如 對啦 很留意一下 這個十月份 嘩 沒有辦法 因為疫情的關係 即是 本身是 嗯 五六月 大概上的 但是都要走 是啊 那 不要緊要啦 那我喜歡影片的朋友 請贊鈴 和訂閱 謝謝